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台語歌手陳思安 因為模仿天后江慧而翻紅 5月23日凌晨 他在社交平臺上寫下 歹命的阿狗兄要來去夢遊仙宮廟了 並悲傷地表示 我之愛的爸爸梁山兄於5月18日早上11點在家中安詳慈世 享受82歲 陳思安說 因疫情嚴峻 媽媽希望低調處理 但是身為女兒 想到爸爸畢生在廣播圈與歌壇奮鬥許久 一定有很多聽眾 粉絲和好友懷念爸爸 所以忍住數日才把爸爸的消息公布 孝順的他 去年還陪著年邁的父母到高雄巨蛋施打疫苗 當時他提到父親有三高問題 心臟開刀又裝支架 一度讓他十分擔憂 無奈如今傳出世事消息 他沉痛地表示 一定要接續爸爸的棒子 穿成他的好歌聲 好人緣 繼續在歌壇奮鬥 梁山曾獲第53屆廣播金鐘獎 特別貢獻獎 本名陳和珊的他 南部人都稱他為梁山兄 最早他是餐廳駐唱歌手 因幫電臺播音員代班 從此斬入頭角 在高雄奉鳴電臺主持 司機俱樂部 在南臺灣廣播界的名氣十分響亮 陳思安從13歲開始就參加歌唱比賽 並償獲得冠軍 之後擔任配音員 廣播員 進入歌壇之初 他曾發行兩張國語專輯 但罰人問津 後來改籤新代唱片 灌錄了大量家喻戶曉的國台語口水歌專輯 其中《九郎情調》系列不但受到本土聽眾歡迎 更鴻遍東南亞 香港 以及大陸地區 當地大部分小規模的賣場都會看到陳思安主唱的半唱帶 2000年代加入東升唱片 並且出過許多專輯 雖然曾入圍金曲獎 可惜當時並未走紅 直到參加臺灣魔王大盜節目《模仿江慧》 遷入好幾唱片之後 才開始漸漸打出知名度而走紅 陳思安的歌唱生涯早從18歲就開始了 當時第一張剪短髮 酷似梅艷芳模樣的唱片 陳思安到現在都還珍藏著 小時候的陳思安並沒有挖掘自己唱歌的天賦 直到後來 迷上江慧和紅蓉紅 陳思安卯足勁學他們的唱歌技巧 去參加唱歌比賽 並得到評審冠軍的肯定 陳思安才認真考慮到要出唱片當歌手 在非正式唱片公司錄製專輯時 陳思安透露 兩天他就錄製完24首歌 可是徐家良老師的要求十分嚴格 堅持發音位置一定要準確 還要唱出感情 一首歌錄好幾個小時是常有的事 不過效果也相對更好 除了唱歌之外 主持廣播節目也是陳思安的最愛 20年的電台經歷也讓陳思安有了更為豐富的經驗 陳思安出生於廣播世家 不到20歲就靠著流利口條 在電台主持節目月入10萬元 之後他從事直銷業 三年內做到頂尖的藍鑽層 每月最高進賬50萬元 為了培養直銷下線 他租借場地設立直銷據點 向銀行借錢標會 不料卻因資金周轉不靈 衰市連連 直銷事業一夕崩盤 他只好挖東牆補西牆 轉向向地下錢莊借錢 以卡揚卡 債務如滾雪球般 愈滾愈大 最後欠下千萬俱債 他回憶當時被地下錢莊恐嚇 揚言不還錢就要噴漆 讓他好看 走到絕境的他 坦言曾動輕生念頭 索性身旁出現暖男勉勵 親友也借錢幫助他周轉 讓他度過難關 也有活下去的勇氣 他先將地下錢裝銀行卡的債還清 直到2013年 他參加節目《超級魔王2》模仿江慧翻紅 加上江慧告別歌壇 廠商邀他現唱江慧歌曲 意外增加了工作機會 後來他每月靠模仿江慧唱江平均街四場上演 並靠交唱歌維持生計 陳思安有一首同名歌 是以女粉絲的故事為題材 他曾擔任深夜廣播節目主持人 某次接到一名單親媽媽來電 起訴自己背著前夫的債務 艱苦地與兩名幼女生活 但快走不下去了 陳思安以自身經歷分享開導對方 之後在某個活動場合 該單親媽媽與他相認 表示自己當時想 在生前聽一下陳思安的聲音 再沖下山崖 但聽完他的開導後 頓時清醒 決定為了女兒們堅強活下去 也讓陳思安感動落淚 因此誕生這首歌 陳思安回憶剛入行時的艱難經歷 他因經營直銷事業失敗 慘悲千萬債 歌唱事業也不見起色 一度想輕聲 他說:「我家有八個兄弟姐妹 父母怕不公平 從不借錢給我們 江慧則在社交平臺上留言為他打氣 人只要過了那一秒想不開的關卡 就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 江慧後又發文 談到自己看到陳思安這則新聞時很震驚 無法想像對方一度想要輕聲 他說:「你選擇了不歸路 那活著的人會是怎樣?」 可想而知 活著的人只會痛不欲生 彼此還難過 在陳思安走出陰霾時 江慧也很開心地獻上祝福 希望對方接下來的人生一路順遂 在台語歌壇大放異彩 他真摯地祝願到 一定要比江慧更江慧 陳思安看到鼓勵的留言 非常感動 回憶起小時候將會來家中做客 他總會故意大聲地唱著《你這忍耐》 對方當時鼓勵的話 成為他在演藝圈中前進的動力 他也再次強調 想輕聲的念頭已經成為過去 現在他努力珍惜生命中的一切美好 感謝您讓我擁有這樣多的美好 我會更努力的 後來他曾打電話向爸爸 也就是知名廣播人梁山兄尋求資金援助 但爸爸卻無情回應 可以 但是請先寫戒句 這讓陳思安當場難過淚崩 掛了電話後 婦女的關係也因此跌入谷底 提到老爸 陳思安坦言 頂著南部廣播教父之女的頭銜 讓他有著不可承受之重 當初他不顧父親反對 执意走上歌唱之路 開心地在家中放著錄製的新專輯 只得到父親冷回 三流歌手 這讓陳思安崩潰大哭 至此婦女關係凍結長達10年 期間歷經歌唱事業低潮與經商失敗 陳思安背負了千萬債務 臣父始終冷處理 而容兵契機則是陳思安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 最佳台語女歌手獎 與獎項擦身而過 當時坐在台下的父親握著他的手貼心地說:「你唱得很好 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再來 不管有沒有得獎 我都以你為榮 一起話讓他當場淚崩 也讓父女多年心結化解 他發現原來父親都是默默地支持 這才讓陳思安醒悟過來 其實父親一直有在關心他 想起當年向父親借錢時寫借據的事實 陳思安這才發現 父親只是為了要他有責任感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些年來 梁山雄很開心 在路上經常會被粉絲認出 這是陳思安的爸爸 陳思安也感謝父親的信任 讓他繼續在演藝圈打拼 陳思安交往十年的男友 也是他的事業夥伴 當初他已不加入就分手威脅他一直做止銷 結果兩人一起跌倒 還好又攜手再站起來 他事業最好的時候 每天搭飛機從高雄北上談生意 有時一天就要搭四趟飛機 回首當卡奴的那段歲月 他最氣的是 竟然什麼名牌也沒買到 就欠了一堆錢 陳思安家位於繁華的高雄市區 單鬧中取淨 150平的三層獨棟豪宅 內涵私人庭院 舞蹈室 錄音間 陳思安說 這房子是爸媽二十年前蓋的 為的就是讓我們一家十口都能住得舒服 快樂 進入陳家 迎面而來的是寬廣的客廳 擺設以原木家具為主 簡單氣派 為了泡茶招待好友 陳爸爸在客廳裡擺了一組重達一千多公斤 得出動吊車才扛得進屋的原木十斤茶桌 而另一張木椅則是一塊被雷電劈成一半的樹頭製成 年輪紋路 古樸雅致 一樓是客廳 餐廳 錄音間和舞蹈室 陳思安與爸媽的房間在二樓 三樓則是佛堂 郊遊廣闊的陳爸爸平時喜歡品名小酌 包括紅蓉紅 江慧 劉浮柱 及歌廳秀時代紅遍半邊天的諸葛亮 許不了都是座上賓 由於一家人都愛喝茶 庭院中也特別放置了一張茶桌 先來無事大家齊聚樹下乘涼 泡茶 談天說地 樹上 牆上懸掛了許多陳媽媽從世界各地買來的吊燈燭臺 一到晚上點滿儀式燭光 伴著滿天星斗 相當事情畫意 住在院子裡的狼犬安迪 除了負責警衛安全 也是一家人的開心果 陳媽媽表示 蓋房子很簡單 但是我們家人口眾多 一共有8個小孩 要蓋出一間適合全家人居住的房子 就要多花點心思了 有誰比我更了解次家人的需求呢? 雖然陳媽媽沒有建築設計的底子 但在她的細心規劃下 陳爸爸可以在寬闊的客廳泡茶 做廣播節目的陳思安 可以在錄音室配音 而從事舞者工作的三妹則在舞蹈教室練舞 將一家人的需求全都顧到了 陳思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和愛她的父母 雖然她在事業上她經歷了許多坎坷 在親情上也有小波折 但索性撥開烏雲見明月 在跨越了最大的困難後 迎接她的都是幸福的人生 也祝福陳思安在接下來的生活中 快樂安康 繼續經營好唱歌事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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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